裤子啊 汇报一下 今天什么任务来着 今天是去月亮上跑土 委托人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偏方 说是用月亮上的土打湿了概股 可以增发 没文化真可怕 哎呀 我跟你说 你是没见到那个委托人 年纪轻轻就戴着个小黄帽 感觉应该是租的不行啦 什么偏方都感谢 我都怕他瞎搞 把自己真搞出来 到时候还要来投诉我们 不许背后议论雇主啊 只要是钱到位 别说是月球的土 金星 水星 火星 小行星上的土 都能给他弄来 不过你们要注意啊 我说队长 咱们下次能不能接一点 有挑战性的任务啊 我和我的星球车都快一起发霉了 就是就是 我堂堂的SSS级爆破识 在这破地方别说是炸药了 连个小鞭炮都玩不了 这年才过了十来天啊 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哎呀 别废话了 赶紧换好装备 我们出发吧 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找个山洞里放火箭 这不是为了防止 被海盗的雷达给侦测到吗 我倒是巴不得遇上海盗 让他们尝尝本带 麒麟逼得厉害 你可拉倒吧 就我们这破火箭 不用海盗 这种个鸟什么的 我们都得玩完 打净圈 切换材料吧 每次出发都齐心到胆的 多累啊 二阶的火箭也不贵 都做好了吧 做好了 给我把安全带系上 我们准备出发了 五 四 三 二 一 烟火 发动机正常 导航系统正常 定的地图将持续为您导航 哎 每次听到这个声音 就感觉这个世界好蠢 飞行轨道稳定了 又是熟悉的太空的味道 我一直很好奇 你这鼻子是什么玩意儿做的 为什么在太空里 还能闻到味道 啊这 我这指的又不是气味 我这个味道的意思是 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就比如你回家吃饭 饭菜有妈妈的味道 懂了吗 啊 你妈也来了 阿姨什么时候来的 我还没准备理住呢 你之前就不敢理她 相处这么久了 你还不知道她的干精属性吗 哎 我不想和她说话 目标月球 发射 准备落地了 兄弟们 保护好自己的小屁屁哦 报告 我已经穿上了十几防震纸条裤 哪买的啊 给个链鸡啊 哎 我发现你们是对我的降落技术 不太信任的 就这么不相信我能平稳降落吗 我今天偏要稳一手给你们看看 别大哥 你还是和平常一样吧 我怕你回头再搞出别的情况来 少废话 月球 我们来咯